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5月24號 星期二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雅 拜登訪日 他一句YES 讓這個本來對台灣虎視眈眈的中國 造成了很大很大的震撼力 美日峰會之後 記者就問拜登啦 如果台海有事 是否會動用武力來保衛台灣 他就說YES 後面還有補充 他說那是我們所做出的承諾 美國已經跨越了戰略模糊 變成是戰略清晰 中國戰狼沒有意外 他們又開始Keypup了 又跳腳了 拜登的一句話 彭博的解讀是這樣 他解讀說 拜登失言 拜登在同一個議題上面 已經說YES 說了三次了 會是失言嗎 另外是俄烏戰士 Bak Jirene 已經打三個月了 英國的軍情六處的前局長 他非常大膽的預測說 普丁的下場會是 明年會被迫下台 而且還會被送進療養院 烏克蘭這邊也有情報 顯示的是說 普丁在兩個月前 才剛躲過一次暗殺行動 普丁現在的處境是眾判清理嗎 稍後我們會有更多討論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從右手邊開始記號起 首先歡迎的是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張國成 國成老師 貴雅好 大家好 接著歡迎的是 王力第二讚言所企劃林炳佑 貴雅好 大家好 接著歡迎的是 亞太防務雜誌總編輯 鄭紀文 貴雅好 大家好 好 在左手邊的部分 首先歡迎的是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張宇曉老師 貴雅好 大家好 歡迎民進黨立委蘇巧惠 貴雅好 大家晚安 以及時事評員員黃毅忠 貴雅好 大家好 稍後還有國民黨的 台北市議員李明賢會加入討論 我們先來關注的是 美國協防台海非常非常重要的訊息 中國武力犯台的話 美國會不會保衛台灣 拜登說 YES 我們一起來看 美日印澳海軍出動 最近銳的船艦舉行聯合軍演 在印太地區大秀軍事肌肉 未來這樣的場面將會更常見 因為四個國家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 24號在東京舉行第二次面對面峰會 根據日本獨賣新聞 提前取得的聯合生命草案 本次峰會將著重於如何在經濟 高科技等面向抗衡中國 這也反映四方安全對話的成立宗旨 美國總統拜登也表示 中共軍機頻頻繞台的舉動是在台海玩火 美國總統拜登 美國總統拜登 拜登也強調 中共如果武力犯臺 將會付出代價 可見美國保衛臺灣的決心 堅不可摧 這句yes有各方非常多的解讀 包括美國他們的媒體 或者他們的專家學者看法都不一樣 有人說是失言 有人說不認為 因為拜登其實闡述這個議題 他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我們進一步來看到的是 他是在5月23號 也就是昨天的時候 美日峰會結束 非常重要的記者會 大家都要問 特別重點是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台灣有事發生的話 美國會不會軍事介入 也就是說會不會出兵 用武力的方式來保衛臺灣 那拜登他的回答就是yes 這個是我們的承諾 那他後面有進一步表達 他說如果中國是以某種形式 試圖要拿下臺灣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美國我們雖然奉行的是一個中國政策 但並不代表中國可以用武力來奪取臺灣 來 俞昭老師我要請教我們看到這個其實各方的認知非常多 而且後續白宮也講了對台政策並沒有改變 可是拜登他講的是yes怎麼樣來做解讀 對 針對拜登的說法 有批評者認為說拜登是突發奇想 甚至是天外飛來一筆 簡單講這樣的談話激怒的中國 反而呢基本上可能破壞了呢東北亞或是印太地區的戰略平衡 但是呢我要為大家報告的地方是呢 要不是去年疫情到大爆發 拜登呢早就已經超前部署 甚至本來就要到亞洲來訪問 怎麼說呢為大家整理了這樣的內容 去年上半年拜登呢大概做了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是兩個很重要的聯合聲明 美日聯合聲明是在去年4月16號 美日聯合聲明很重要 因為繼了50多年之後呢 雙方才發表這聯合聲明 為什麼要與時俱進呢 因為在冷戰時期 美日安保所界定日本最主要威脅來源是什麼 是前蘇聯嘛 過了50多年之後呢 日本最主要威脅來源是什麼 是崛起中的中國 這很重要關鍵在哪裡呢 把台海有事的概念呢會納禁 今年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還有呢7月份所即將要出版的 這個呢防衛白皮書 都把台海有事列為呢影響日本安全最主要變數 這是美日的部分 還有5月12號美韓領袖聯合聲明 美國告訴大家 美國也告訴南韓 今天南韓最主要威脅來源是什麼 是北韓可是中長期來講破壞區域穩定 影響到南韓國家安全是誰 還有誰是中國 同時也把供應鏈還有呢台灣問題呢 列入呢美國跟韓國聯合聲明之中 很重要的一環 下半年做什麼事情呢 兩個呢多邊的安全機制 一個是大家熟悉的小北約 9月的時候呢組成了四方安全對話 台灣議題之中呢也放進去 被人家稱之為什麼 Quad Plus加1的概念 還有呢Wookers 也就是呢澳洲英國跟美國的三方同盟 相裝五件意在配攻 針對是誰 針對是台海情勢 澳洲把國防最頂線 已經不是放在三五海 是推進到哪裡 推進到南海 這是拜登去年一整年做事情 所以今年的亞洲型呢 不就是把去年超前部署的內容呢 一一兑線 講到台海的部分 難道拜登真的是失言嗎 拜登這次的說話 基本上很多都是延續過去的講法 比如說什麼 我們對台灣的政策內容 完全沒有改變 什麼沒有改變呢 維持台海的穩定 還有呢這個所謂的和平 沒有改變 而且美國永遠都被強調什麼 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 片面改變現狀指的是誰 難道是台方啊 不是一定是北京 只多了一句話 這句話就是從戰略模糊 走向戰略襲擊 哪一句話 如果台灣受到攻擊的時候呢 美國會用軍事手段 介入台海衝突 眾上所述 拜登所說的 基本上去年都講得非常清楚了 只是有些人記憶不太好 或者是呢 甘願為中國大內宣來帶風向 這是非常不應該的 宇昇老師所說的 我們這邊也整理出來 在2021年8月的時候 講過一次 因為阿富汗的事情之後 很多的疑美論 當時呢 拜登他就講啦 台灣南韓北約狀況 跟阿富汗不一樣 另外一場呢 這個正名大會 CNN的這個活動 專訪上面呢 他也講如果台灣 做到中國的攻擊的話 是不是會協防 他說對 我們有承諾 這一次其實講的語句 也是一模一樣 我們再帶大家回憶一件事情 國城老師 3月2號的時候 拜登他在國情之文的演說 他那時候是在罵普丁說 侵略烏克蘭 但是呢 他又補了一句 他說我們的部隊 不會在俄羅斯 就是不會跟俄羅斯 在烏克蘭有衝突 他那時候講成這個樣子 你不會出兵到烏克蘭 那雖然說 當然他的想法是 防止戰爭的擴大 但是呢這樣的訊號 普丁他侵略的膽子 可以說是越來越大囉 那這一次拜登 對於中國的野心 不能夠再給錯誤的訊號了 國城老師 沒有錯 現在拜登總統 其實再三的強調 對台灣有協防的義務 然後也有承諾 其實呢 這個講得非常清楚了 現在還很多人說失言 這個失言 這個如果他現在講說 他沒有要防衛了 那就跟過去講的不一樣 這或許可能是失言 可是他從頭到尾 一直都是這樣講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到底為什麼會失言 失言在哪裡 老實講 連續失言這麼多次 這就不是失言了 失言一而再再而三 然後在同一個議題上 一直不斷的yes 也太詭異了吧 那就太詭異了 而且呢 我們看看拜登總統 他從政的經歷 他是德拉瓦州的參議員 出身的 在那邊當了35年的參議員 而且大概都是在外交委員會 跟司法委員會 所以呢 其實他對外交 對兩岸關係 對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在美國的政治人物裡面 比他熟的真的不多了 像美國國會議員 一做就做很久 他在任內 他自己以前有一次 是要講過說 他經歷過總統 國務卿 國防部長 太多了 比他的助理還多 所以這個 他對這個議題是非常熟 而且呢 他在擔任總統之前 他有來過台灣 這個在近代 美國總統 在當總統之前 有來過台灣的 其實不多啦 雷根是一個 然後拜登是一個 然後柯林頓是一個 像這個奧巴馬 川普 這個小布希 在當總統之前 都沒有來過台灣 那拜登那時候 因為他是 參議院的資深議員 所以他就來過台灣 所以在來台灣之前 當時 這個我們 還有美方 都給他非常詳盡的簡報 所以他對這個兩岸關係 其實是很了解 而且還有一點 就是他以前 在當國會議員的時候 當參議員的時候 因為他家庭的關係 他喜歡搭火車 因為他的這個州 是德拉瓦州 其實離華府不遠 所以他經常搭火車通勤 被有一個 這個得到一個錯號 就是火車參議員 非常有名 因為一般參議員都是 有專車 要不然就搭飛機 但是他都搭火車 所以呢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駐美機構 就有去堵過他 能夠在火車上 近距離的跟他會談 你說因為我知道 你都搭火車 那我 因為其實台灣的處境 有點艱難 那我們想要跟他碰上面 有一些什麼議題 要溝通的話 我就去火車站 去列車等他 對 那當然 那個時候 他其實對兩岸關係 對台灣 其實是非常友善 這個說實話 我們跟美國總統級的人物 能夠很早就建立聯繫的管道 就跟他很熟 這個說實在不太容易 像譬如說川普當上總統 其實我們跟川普 直接個人的聯繫跟交情 就不是這麼深 他都沒辦法 他有錢就做生意 他也不搭火車 對不對 要堵他也堵不到 所以其實拜登 對這些事情的了解 是非常清楚 說他的失言 我認為這個是對人的 一種非常不尊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他也不是一個 常常失言的人 你說這個烏俄戰爭 這個從之前到現在 對美國國家安全 國防的重大決策 他什麼時候失言過 他從來也沒有在失言 所以現在突然 他講了這個話 就說他失言 我認為這種心態 非常的詭異 對不對 從頭到尾人家的講都一樣 也從來沒有相反過 然後每次講 你都要失言 就代表什麼 就是一種心態上 非常不樂見 美國協防台灣 非常不樂見 這個美國願意支持台灣 所以希望說最好失言 他趕快收回 這是什麼心態 實在搞不懂 這個在台灣來講 所以你說這個 拜登 烏克蘭戰爭爆發 他們原污有 對不對 烏克蘭有沒有 烏克蘭關係法 也還沒有 你美國基於國際戰略 就要原污了 那現在有台灣關係法 他說原台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台灣很多人 我覺得問題最大的 反而是你看 拜登原污 這個美國力量很大 可是烏克蘭自己 精神團結 所以讓美元 發揮很大的作用 反而是 我們現在看到說 美國支援我們 我們台灣自己內部 怎麼樣精神團結 才會讓美國更願意 更有力量協助我們 協助我們更有效果 而不是在那邊 東拉西扯 在那邊挑三拣四 一下子說人家失言 一下人家說人家不知所云 這好像嫌台灣的朋友 太多的樣子 我覺得這很不好 國內的部分 藍營的反應是什麼 我們稍後請教 喬惠委員 我們先來看 如果說你有一点 敏感度的話 那你都會發現說 中國跟 中國在拜登 亞洲行之前 那個遼寧號的編隊 就開出來 在宮古海峽 在西太平洋 在那海來海去 出來遛給誰看的 當然是遛給美國看 遛給日本看嘛 來 紀文哥 我想請教 我們要怎麼樣 從一連串的這個 從比方說 他們的艦隊為什麼開出來 再來看到說 這一次拜登 他會講出保衛台灣 來解渡台海的情勢 其實這次遼寧艦 這個編隊總共八艘 他是這個5月2號 通過宮古海峽南下 然後他這次操演的海域 非常的特別 基本上就是在台灣東方 石原島南方 大概250到七八百公里之間 東西進行多日的這個巡迴 還有操演 因此他的操演海域 和過去是回然不同 當然這支編隊後來 大概21號左右 通過宮古海峽 進入東海 要返回中國的北方 從這樣的操演 我們就可以看出 包括他艦隊的組成 其實防空戰力 反潛戰力比較強 因此他是進行一個艦隊遠揚的防空 和反潛操演 另外比較特別的 在我們是台灣西南空域 那有配合的 包括轟炸機 反潛機等等 還有電針機 從我們西南空域通過 然後到我們台灣的東南方 與這支艦隊進行聯合軍演 另外日本在18號左右 有發現兩架轟6K搭載了 英級12超音速反潛飛彈 南下宮古海峽 與這支艦隊進行撤印 也使這支艦隊進行的 那大家廣泛認為是進行 遠洋的防空返潛 還有配合陸機的轟炸機等等 進行一個中和復合的操演 那這支操演 它的艦載機起降 根據日本隊 日本自衛隊的掌握 大概幾天有數百架之多 所以它的起降還算頻繁 從這樣的一個操演 我們就可以看出 其實它訓練之餘 進行一個某種程度的反介入 去拒止 因此這個部分是 絕對是針對美軍 當然除了美軍以外 對於國軍整個台海防衛 也會形成一個壓力 但這樣的艦隊 其實近期我們在 俄乌戰爭裡面 我們就嗅到一些 很不尋常的一個味道 尤其是這次俄乌戰爭 大家發現 黑海艦隊具於絕對的優勢 但被海王星飛彈 特別是烏克蘭的海王星飛彈 在有勤艦真的支援下 擊中和擊沉了 黑海艦隊的旗艦末式科號 另外還打成了幾艘 這個黑海艦隊的戰車登陸艦 從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發現 烏克蘭雖然在海軍的力量 絕對的優勢 但在勤艦真的支援下 其實有效的可以抗擊 大型的對方的軍艦 因此這樣的戰爭 被國軍今年在漢光演習裡面 進行一個很好的啟發 特別是我們有發現 我們漢光演習第一階段的兵推 我們改成圖上兵推 就是進行狀況推演 然後進行一個互相討論和攻防 而烏克蘭 俄烏戰爭 這次黑海的整個水面 制海的攻防戰 就變成我們非常啟發的一個案例 也就是如果台海戰爭爆發的時候 國軍如何藉由外軍的勤艦征 也就是我們假設 台海戰爭爆發 國軍的整個包括雷達戰 指揮中心 管制中心等等被摧毀 我們如何藉由類似美國提供的 烏軍的這種新鏈的網路鏈接 還有從太空空中到海面的 情資的資源 我們如何進行有效的反擊和對抗 特別我們的包括反艦飛彈 陸攻飛彈 如何藉由這些情資的輔助 對我們周邊的 那對方的海上船艦 或者陸上的重點目標 比如說兵力集結區 重點的飛彈陣地等等 進行一個遠端的打擊 也就是源頭打擊 因此這樣的啟發 其實我認為未來國軍再建軍 千萬要強調所謂的不對稱 那事實上我們從最近的報紙來就知道 美國也要求未來台美的軍售部分 不對稱要是一個重點 國軍的建軍要朝這個方向為主 那正好我們的像機動反艦飛彈 無人攻擊機等等 完全符合這樣的特性 未來在這個部分 國軍建軍一定要加碼 我們還要進一步來解讀 拜登這席談話到底是 用意是什麼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真的是失言嗎 我們剛前面有非常多專家在做解讀 我們現在透過連線 我們連線給前美國國防部 同時也是國務院的亞太安全官員 蘇斯瑞皮特哥 來皮特哥我先請教 一個問題 因為彭博新聞他是這樣講 他說拜登會講說 會用武力啊 會用軍事來捍衛台灣 沒有他是講錯話了 我請問你怎麼樣來解讀 是這樣啦我覺得美方雖然有說 一中政策沒變 然後戰略模糊也沒改 這個策略其實有在改變 從我在美國國務院跟國防部 到現在一直有在改變 因為美國了解 中國是個侵略性的國家 他在俄乌戰爭中學習 所以他對中共絕對不能再維持 因此呢 拜登總統在任內 以及第三次對防衛台灣做個人的承諾 說了三次 說三次應該不是亂講的 因為如果中共犯罪 拜登說了 美軍會承擔責任防衛台灣 顯示這個是他個人的決心 如果是這樣 美國總統明確的表態 是給台灣最有利的保證 因為他要讓中共知道 美軍的機器官 美軍的機器官是在手裡 美軍是世界最大 戰鬥能力 經驗最豐富的團隊 不是那麼好奇 所以這一點我們要注意觀察 因為美國這方面的政策 這幾個的確有在改變 而且最近國務院也表示 美國並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掌控台灣的政權 所以才翻掉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那一段 所以我們面對一個侵略性的中國 台灣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我們要學習烏克蘭人的心理素質 我們要訓練 要備戰 一定要為台灣的防衛做準備 一定要走在侵略者的前面 在這個不對稱的作戰能力 就是Asymmetric warfare方面 一定要加強超權部署 我們再過兩天5月26號 美國國務院也將通佈拜登政府 新的中國政策 所以我們要繼續觀察 看有什麼新的 公布出來的資料 但是Peter哥再請教一個問題 是這樣啦 前面講完yes之後 後面 就是事後都會感覺上會有點修正 比方說白宮就會出來講 沒有沒有對台政策沒有改變 那比方隔了一天之後 拜登總統他又被再次問到 大家還是想要再確認 double check他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所以又問了同樣的問題 那拜登他的回應是說 對台的戰略模糊政策 沒有改變 那你聽他這樣講 就是說奇怪 昨天講的跟今天講的 好像又不太一樣 感覺上有點像是在轉彎 是什麼樣特殊的考量 是這樣 因為我們自己在國務院跟在國防部做過幕僚 的確是有這一些 會出現的症狀就是 總統或者是長官 如果說一些話 我們覺得說 會改變現在的政策 或者會給對方有不同的 這個感覺 我們就會建議說 然後我們這個應該要修改一下 因此這樣 但是呢 我還是強調他說了三次 他每一次說的話都是一樣 做的承諾都是一樣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對台灣來講 因為他個人的感覺 最後他是總統 這個指揮權在他手上 有沒有必須派兵 最後還是他做決定 所以我們知道 他的行李 對台灣就是有這個承諾 有這個承諾 所以我們至少可以比較安心 但是 我們還是要自己做準備 這個不對稱的作戰能力 是台灣現在必須加強的 好我們非常謝謝Peter哥 接受我們的連線 來回過頭來 剛剛Peter哥講什麼 這對台灣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現在拜登他就是老闆 當然是聽他 不然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藍營會做什麼樣的反應 來 僑惠委員我請教 我這邊有兩篇 一個是趙少康 那另外一個是葉玉蘭 趙少康說什麼 他說 他在臉書上寫 他說拜登講這些話 口說無憑 他說小英總統 應該要請美國國務院 白紙撒歐禮 要把他寫下來 叫尊勝 那另外呢 葉玉蘭委員 他又更妙了 他說什麼 這個阿富汗跟烏克蘭的 陰見不遠 那他提一個 他 就是對這個拜登總統 他說什麼 他老人家 到時候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總統不曉得 可是呢 他認為他不知所云的淨逃 不知道會不會又再次的發作 那後面呢 他找了一個言論 他特別引用的是李瑤 生前所說過的話 他說呢 台灣自甘作為美國第一島鏈的先鋒 是他們的看門狗 最特別的是 但是我們還得要自備狗糧 怎麼樣來看 這我覺得剛剛貴雅 和大家都說得很好 就坦白講 大家在今天看到 美國總統在公開的場合 而且是一場非常慎重的記者會上面 講出這樣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很高興 因為這代表的是 美國的態度有進展 不管他是不是要改變他的政策 但是美國總統在公開場合 講出這樣的話 其實是有進展的 美台關係 那大家都很高興的同時 但國民黨其實不高興的 我今天在立法院的時候 看到這個國民黨委員受訪的時候 我聽到大家要不就酸言酸語 要不就氣急敗壞 我就覺得說 我們一定做對了什麼 你看看 這個剛剛除了葉玉蘭 這樣說的時候 說人家拜登上面老魂丁不知所云 吳思懷是讓子彈飛一下 最重要的是剛剛 剛剛這個貴雅拿出來的 這個叫做趙少康 這個我覺得趙少康 寫這一篇臉書 其實真的很好 他真的白紙黑字的寫下了國民黨長期的疑美論 怎麼說呢 這個你看看 從來他們懷疑的都是跟我們站在一邊的同樣的美國 但是你對中國他會這樣做嗎 侵略台灣的是中國 威脅台灣和平的是中國 他有要求中國要做承諾嗎 沒有 他從來沒有 他要求的反而是跟我們站在同一邊的美國 所以呢 你看看他 這個真的很清楚的就是 言以綠美 寬以待中 這是典型的狀況 那你如果真的是要這樣說白紙黑字這樣寫 那奇怪了 當年九二共識 他們為什麼不會要求中國把它寫下來呢 九二共識 你不是口口聲聲說有嗎 而且我們可以有自己的空間嗎 正是因為沒有 所以今天造成了這樣的紛亂嘛 那更何況 說實在的啦 你要求要中國白紙黑字寫下來 我看也是沒有什麼用啊 因為香港的例子在我們前面 對不對 你看他那個協議 他就給他撕掉了 對啊 中英聯合聲明說香港五十年不變 中國有在管嗎 都已經寫成香港基本法了 他照樣白紙黑字 還是把你給撕掉啊 所以很清楚的 不守承諾 不願意這樣做的人是誰 就是對我們威脅最大的中國 但是國民黨從來不懷疑他 他一直懷疑的就是美國啊 所以我是覺得大家要能夠很清楚 今天把我們這麼認真 跟世界民主陣營站在一起的政府 把他說成我們是什麼 第一島鏈啊 說是美國的看門狗 大家真的是應該要摸摸良心 誰才是中國的看門狗 可是我覺得朱立倫應該要有反應 因為朱立倫他六月 他六月他就要訪美囉 可是他現在放任 不管是江啟臣也好 江啟臣也有講啊 他說應該要口頭承諾要兌現 就是跟趙少康的邏輯 是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那朱立倫他去訪美的時候 敢說不會去用洗臉嗎 宇曹老師 對我覺得趙少康說的也就算了 因為對朱立倫來講 六月份有重要的訪美行程 這個時候他會出現三種分裂 那三種分裂呢 遇到美國人的時候國民黨自己台美關係變成戰略模糊 說什麼我們跟美國是好朋友 或是我們是國民黨或是台灣的支美派 簡單講我們都重申了台美之間跟國民黨 基本上是最了解美國的 這叫戰略模糊 一問到中國的部分就裝傻 但是回到台灣對待民進黨的時候 就變成什麼 戰略清晰 戰到底嗎 或是逢綠必反 逢中必軟 就這麼簡單 然後到戰鬥欄節目的時候 就變成戰略歪樓 什麼意思呢 就跟著趙少康 或是跟著這些生來人士 一起集體 所以朱立倫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到美國講的是一套 講的是英語 但是到立法院講的是一套 簡單來講 民進黨比共產黨還可惡 到戰鬥欄趙少康的時候 又講一句話 所以講了半天 就定誰是敵誰是友 其實朱立倫出訪之前 面對拜登講話 他只要回答一句話 今天台灣的敵人是誰 台灣的威脅是誰 他只要講清楚 幫助台灣的是誰 或是台灣真的好朋友是誰 把是敵是友的關係 劃線講清楚 就不會產生錯亂了 至於葉玉蘭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地方是 究竟什麼叫做狗 自備狗粮 我真的覺得呢 作為一個愛狗人士 你在這地方呢 把台灣形容成開門狗 簡直是答非所問 畫錯重點 作為景大前教授啦 我真的覺得你們可能對國際關係啊 對區域形勢啊 對中國研究啦 還有對比較政治呢 多花點時間 否則呢 真的是滑天下之大雞 不知所云 甚至呢 只是讓他覺得你是為反而反啊 郭城老師要補充 第一個好 這個把台灣說成是美國的看門狗 我想台美雙方聽到人都會皺眉 而且說老實話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啦 總比敵人好啊 這個很清楚嘛 這個這麼多年來 如果沒有美國對台灣或講中華民國 國防外交安全各方面的支援 這個早在韓戰爆發之前 這個中共就統一台灣了 這個是現在所有的歷史學者公認的事情 那現在來講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呢對台灣的安全有所關心 對台灣的外交有所支援 這個基本上是每個人都樂見的事情 你說朱立倫主席 你們黨的主席 要去訪問美國 難道他會公開說 美國對我們不重要 那不如說他去幹嘛 對不對 他說美國對我們安全沒有幫助 那他去幹嘛 不是啊 我跟你講 主席說很重要 可是下面呢扯後腿的又一堆 那主席去的時候 敢不去用洗臉 對啊 那這個貴雅講得很好嘛 你說主席要去 顯然是很重要 而且呢 這個我就想要問葉委員 你們朱主席去 你希不希望他見到 美國方面重要官員 對拜登總統政策的看法 結果你現在說失言啦 看門狗啦 不知所云啦 那這個老實說這個國民黨以後 你是不是就 就是報定了就是說我就在野啦 我將來也不打算跟美國正式打交道 不然的話呢不要說人家是美國總統 是美國現在權力 這個地位最高的人 就算他只是一個普通人喔 用這種方法 我認為都是非常不禮貌的 而且呢話又說回來了 我今天還聽到國民黨說喔 他說啊 朱主席去要見拜登喔 也不是沒辦法啦 那是見人一批不大啦 有有這樣說 對 現在國民黨很大耶 他們在野黨 然後說要見總統就有喔 我覺得第一個喔 真的有這種本事說要見拜登 也不是沒辦法喔 那老實講 雖然我在政治立場上 我不太想投國民黨 但是呢 我也樂觀其成看到台灣的重要人物 去美國有辦法見得到美國總統 先見得到再來講 第二個喔 說見到意義不大 我認為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我個人喔 台灣的民選總統 我也都有見過 而且是在任的時候見過 重點是說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因為我不重要嘛 那換句話說 美國國民黨自己說 我去見拜登沒問題 可是見了意義不大 這等於自己承認 自己地位不重要嘛 甚至電視上見到 也算見到啊對不對 這有意義嗎 這沒有意義嘛 你是說他可能是這樣 然後自拍 然後後面是電視裡面的拜登 所以我認為這個國民黨 怎麼現在會這樣子 作亂到這種程度 我認為現在呢 他如果對台灣的國防 有所提出的這個批評 有所建議 希望我們對美國軍售要怎麼樣 我認為那個是公共政策討論 可是現在呢 完全呢 是在那個 這個跟台灣的敵人的角度 認為美國這樣講是不適當的 然後認為美國不應該這樣講 甚至還說 我們要見拜登 意義不大 這樣去貶低人家領先 那拜登 或者美國國務院到時候出來說 對於這個台灣政治人物的往返 拜登總統也認為說建他們意義不大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我認為這些都是代表了台灣現在不需要的 就是這種政治口水 哎呀不要說是拜登總統啦 朱立倫到美國去 看到什麼樣層級 見到什麼樣層級的人物 六月初很快就會見真章了 我們到時候拭目以待 我們來看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到現在 他們的炮火都沒有停過 那現在俄羅斯的國內 傳出的反戰的聲浪越來越強 有一個是俄羅斯駐聯合國的外交官 他的態度很明顯 他說我就是反戰 我反對 而且他非常不認同 俄軍入侵到了烏克蘭 所以他決定什麼 他決定老子不做了 我們一起來看 畫面上兩輛俄軍坦克快速開進 哈爾科夫當地名展赫花園 要來躲避烏軍追殺 但不到幾秒鐘 照樣被烏軍無人機機準鎖定 慘遭轟炸直接燒成火球 俄軍入侵烏克蘭衝突進入第二階段 但數月下來俄軍毫無進展 不僅無法拿下首都基辅 烏軍更是大力反攻 持續收復北方國土 俄軍士氣低迷 幾乎快撐不住 現在就連自家人也看不下去 先前俄羅斯當哄怨團在演唱會上就被拍下一段畫面 現場數千位歌迷其聲喊出反對戰爭 情緒一度相當沸騰 普丁下一步如何走勢必將牽動未來政權 拜登為什麼講YES 因為他知道說不能再讓中國誤判情勢了 不能再有下一個烏克蘭戰士再繼續的發生 我們來看俄烏戰爭 已經打三個月 已經滿三個月了 來紀文哥最新的戰況是如何 最新的戰況其實集中在北頓涅茨克 特別是我們非常清楚 所謂的頓巴斯戰役已經打響大概好幾個禮拜 其實俄軍近期他的攻勢都是在頓巴斯地區 那尤其是這幾天大家發現頓巴斯地區的這個北原 就是盧甘斯特的這個北頓涅茨市這個周邊 那目前是激戰主要這個場所 特別是我們發現北頓涅茨這裡形成一個大的口袋陣地 那俄軍從北 東 南 三方逐步包圍烏軍 那烏軍在這個哲連斯基嚴厲死守 那避免進行一個機動作戰前線這樣的要求的狀況下 其實目前處於一個比較困難的這個時候 因此這個部分是確實令人擔憂 而且俄軍他在北頓涅茨克他的打法 和之前這種快速清兵插入 然後快速突擊是完全不同 他採取的是一個逐步蠶食 而且運用炮兵火力 那進行一個重點打擊 尤其是俄軍 他調擊的這個火炮 這個像我們看到這幾天 除了BM-21這種冰袍火箭炮以外 像2S-19這種152公尼的自走炮 還有前幾天我們已經介紹過 像這種金河歡 或者玉金香這種重型迫擊炮 都派上用場 主要是針對烏軍這種要塞化的攻勢 包括碉堡地下化的攻勢 壕溝等等戰壕 進行一個重點打擊 因此我們這間可以看到很多 俄軍發布的這些戰場的一個圖片 或者影片 這一類畫面我們發現 增多很多 就是代表俄軍是運用火力 來對烏軍的陣地進行一個火力覆蓋 但我們知道 俄軍他會用火炮 當然烏軍他的炮兵也不是吃素的 特別是過去幾天 那烏軍的炮兵也有效地聚集了 俄軍在本頓涅次附近 一些包括渡河口強渡 還有多次的戰力發現 渡河口 俄軍被轟得七分八素 那被擊敗了好幾個營級戰術群 從這樣的一個戰局呈現焦灼 消耗的狀況就可以顯示 本頓涅次這個地區的戰局 是形成一個雙方 傷亡都非常慘重的狀況 這個是目前整個俄乌戰爭 那這個戰局最焦灼 而且最激烈的地方 但未來幾段時間 特別是過未來的一週 我們認為是一個關鍵點 尤其是哲連斯基和烏克蘭政府 已經發出了一些警告 認為那未來一週 將是烏克蘭比較困難的時候 他也積極鼓勵烏軍 在這個部分能夠繼續奮勇抗敵 當然 為什麼未來一週會比較困難 現在不是各方的軍員都來了嗎 對 因為包圍權越來越狹窄 而且 你說的是北頓涅次克市的那一帶 對 那個地方是目前烏軍 比較困難的地方 而且二軍他本身 擁有一定的這個兵力優勢 特別是重型火炮 這給烏軍帶來很大的壓力 而且這個北約軍員的武器 目前其實還沒有完全到那個定位 更重要就是烏克蘭自己的這個聲稱 北約軍員的武器其實他們在集訓中 他們要等未來可能7月開始發動大反攻 因此能挺過他們比較困難的時間 等到夏季的時候 烏軍就有能力 有資源 在多陸的戰線 對俄軍進行反擊 烏軍的能力 的確是讓俄軍太到剃幫 我們來看一次非常成功的戰役 5月8號的時候大家一定記得 有一支俄羅斯的部隊 他想要渡河 渡過北頓涅次克河 然後烏克蘭等你搭好橋了 你已經在過河的時候 我半渡而擊 一個迎擊戰鬥群就這樣被殲滅了 被團滅了 我們進一步要來揭秘 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好來一種老師 我們看到英國的泰晤士報他的形容 不過我其實看不太懂 我覺得等一下你進一步解說之後 我們就了解了 他說烏軍利用的是炮兵界的Uber 炮兵界有Uber 我真的實在是蠻難想像的 再搭配Starlink來做一個助攻 成就了這一場史詩級的大劫 請教一下 什麼這個炮兵界的Uber給我們了解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烏克蘭真的是小巨人一樣 雖然面對一個這麼大的強敵 但是他用很多的方式戰法 然後讓大家覺得 其實某種程度上你看的很療癒 這裡首先是一個亞術 亞術團轟炸俄羅斯坦克B&B 他炸掉以後你看剩下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成語叫做暴頭鼠竄 這個畫面就是典型的暴頭鼠竄 他的坦克被炸了以後 他的坦克全部都是這樣子 很像老鼠一樣一路跑 然後這個是他發現說 就是後來阿兵哥去清 烏克蘭打阿兵哥去清戰場 就是說打了以後 阿兵哥這樣一路跑一路跑 然後最後他清了那個戰場 就是說這裡 就是說他這裡炸了以後 你看看他炸掉他 坦克被炸了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畫面 很像老鼠一樣 整批這樣子往外跑 這個畫面其實看起來很療癒 就是一個這樣 那為什麼烏克蘭的戰法可以那麼精準 剛剛主持人提到 原來這個跟所謂炮兵界的Uber有關係 那什麼時候炮兵界的Uber 跟各位介紹一下 原來這是一個烏克蘭跟英國 共同開發的一個系統 叫做所謂的GIS Alta這個系統 這個作業系統有夠厲害 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提到5月8日那一場 所謂北頓內製的那個 所謂史詩級的 烏克蘭竟然殲滅了俄羅斯 兩個雲級的戰鬥群 甚至有上千的俄羅斯的士兵商 那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厲害呢 原來他們才開發了 他們從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以後 烏克蘭的這些城市設計師跟英國 他們共同開發了一個這樣 這個城市 那這個城市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你知道嗎 它可以讓啊 因為通常我們 好 比方說敵人在這裡 target在這裡對不對 那以前我們的做法 可能是大家要 就瞄準了以後 然後設定 然後沿路通訊以後 決定要誰開工對不對 可是這個過程 通常可能要花最快要20分鐘 可是這套系統 可以讓這個所謂的瞄準 跟開火炮呢 縮短到1分鐘到2分鐘 就是煤盒叫車的開店 對對對 但是要叫哪一塊 你如果說你坐 有時候我們打開Uber對不對 可能塞車的時候 我們點開來以後 他會去看哪一台車距離你最近 他會算說 這台車雖然離你比較近 可是這條路塞車 那這條沒有塞車 所以他電腦會去計算以後 他會在最短的時間內 幫你煤盒一台車 這個概念很像 他一旦計算出 他一旦知道這個目標在這裡以後 他會去計算周遭的所有烏克蘭的這些軍火 比如說上面有土耳其的無人機 這邊有飛彈 這邊有火炮 那他會去計算說 哪一個方式攻擊對方最快 短短一分鐘內下指令以後 啪 就把他打下來 這一套系統是真的 在這一次的戰事中 我們看到是屢見不顯 你就把他BB 他是在電腦螢幕上 他BB這個以後 他就是指令一下 然後就瞬間 有時候連阿兵哥都還沒意味到的時候 因為電腦技術很快 他直接啪 就把他打下來 所以很多時候 像剛剛我們看前面那個影片 俄羅斯的坦克他怎麼被炸 他自己都不知道 阿兵哥只知道說坦克被炸了 趕快跑 就像老鼠一樣一路跑 所以這一套系統 在這一個過程中 其實而且重點他還搭配 搭配馬克斯的所謂的那個訓練系統 所以他擁有那個強大的衛星通訊 馬斯克2000顆衛星在空中支援他 他有這樣的過程 然後加上這個 使用很熟練的這一套 所以城市的技術 所以難怪我們看到烏克蘭 這個小巨人可以屢屢 那個殲滅那個所謂俄羅斯的大惡魔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俄羅斯這個大惡魔奧波出境 我們來看烏南 在烏南呢 據說最近他們給人家偷糧食 最近CNN有一個報導 就是說 俄羅斯的軍艦呢 俄羅斯的那個船呢 兩艘船呢 停在這個克里米亞半島的一個海港上 然後兩艘俄羅斯的船 這三噸的船 幹什麼呢 他這個機械手臂呢 據說是在偷糧食 你幹嘛偷糧食 你有病嗎 其實這件事情 因為折倫斯一早就講過 折倫斯一說 從俄羅斯入侵以來 他們從烏克蘭偷走了 四十萬噸的糧食 那為什麼要偷這麼多糧食 大家說奇怪 那其實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半島本身是不採糧食的 那這些糧食可能是從烏克蘭的中部 直接運過來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幹呢 這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對俄羅斯來講 他封鎖了這些海港 他不讓這些糧食運出去 因為糧食屬於是 烏克蘭的所謂外匯這一塊 他不讓你運出去 那第二個他還偷走人家糧食 那可能是他自己糧食生產不足 或者是要有其他的用途 可是這個事情 在經過CNN的報導以後 大家開始去討論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因為我們知道 烏克蘭是所謂的那個 歐洲的糧倉股倉 對 那因為現在大家知道 通貨膨脹開始 然後能源 俄羅斯其實封鎖這些港口 其實造成能源糧食都開始膨脹 然後再加上你要偷人家的糧食 然後總之這樣的過程 只會讓這個過程更加惡化 所以人家說俄羅斯一直 大家講一直沒有武德 你除了違反人道以外 你連這種最基本的這種 連糧食都要用偷走 糧食是給人吃的 不是拿來用這種方式 所以難怪為了俄羅斯 一再的陷入這種所謂 道德的輪迴底下 到現在還一直永皆不復 你說到糧食的部分 其實他們也看到說 全球糧食的危機 所以開始想說 我如果弄到了暗制魚叉飛彈 我就可以突破俄羅斯 他們黑海艦隊的封鎖了 我們再來看一個部分 來秉佑他是一個新面孔 不過王力第二戰演所 相信觀眾朋友應該不陌生 是台灣的國民軍事場 是一個很重要的粉專品牌 那他們裡面包括戰略的思想 戰略運作模型 或者是食物上的運作等等 都有在做研究 來秉佑我們來看 美國為首 那烏克蘭呢 他們就說各國在軍事方面 我們弄了一個聯繫小組 對不對 的確開了第二次的會 這一次的國家又增加了 有將近48個國家跟組織以上 透過線上方式來出席 那大家討論什麼 就是討論說我們要怎麼幫助烏克蘭 他到底缺什麼嘛 那其中呢 有20個國家左右提到說 要給武器給 要給彈要給 還有其他補給 我們通通都給 要來支援烏克蘭 那我請教你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 整體的戰事你會怎麼樣來看 其實就是說剛剛有談到就是 二十幾個國家開始去整備 就是美國為首嘛 他們甚至聘請了過去 在這個歐盟 在北約擔任指揮官的這個中將 來統籌這些各國的軍事裝備 那這剛剛提到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中一個項目就是丹麥 他提供了一個暗制的這個魚叉飛彈 那大部分的媒體都寫到就是說 他可能因為這套系統 如果提供給烏克蘭的話 烏克蘭可以在整個控制黑海的這個部分 就是可以突破封鎖 對他可以突破封鎖 在其實我覺得反過來也是就是 黑海艦對他的功能就會大幅的下降 那我們剛剛看到就是剛剛提到 有這種什麼偷竊糧食的這種行為 大概很大程度 就完全會被遏止住了 那另外一方面來講 其實這個魚叉飛彈 其實他很特別的一個部分 是在於說 他其實不是單純的 可以打擊海面的目標而已 他其實是因為他其實在大概最近近期 雖然他在丹麥已經是一個除疫的狀況 並不是因為他不先進 是因為丹麥他們有一些政策調整 所以讓這個裝備轉移到烏克蘭去 那但是他最特別的點 其實他可以打擊地面上的目標 這個對烏克蘭來講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過去一段時間 烏克蘭一直屬於這個挨打狀態 很大原因就是因為 他並沒有進攻的能力 那這一點會讓變成 俄羅斯他在整個大戰線的情況之下 他去蠶食烏克蘭的這些小部隊 輕型的部隊的時候 他有比較游刃有餘 那也是因為烏克蘭他們的這個部隊 其實他看得出來所有外援的這些武器 大部分都還是停留在一個比較輕型的 或個人的沒有重型的裝備上 那這種大型重型的有攻擊性的裝備 開始進入烏克蘭的部隊手上之後 就烏克蘭的部隊 他可以開始有很多的主動性 他可以選擇在黑海去控制 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或者是說更往前的去打擊俄羅斯 可能在他境內的某些軍事的設施 這其實很大程度就會說 在未來烏克蘭如果有反攻的機會的時候 他可以保持大的主動性 就是說從南到北所有的戰場 尤其是這個飛彈最大好處就是說 他的射程有兩百多公里 這個範圍就是說 他可以在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去選擇 包含就剛剛講的這種所謂的這個 他們烏克蘭跟英國共同開發的這套系統 去選擇他們想要打擊的目標 會讓只有現在只有地面部隊 有優勢的俄羅斯部隊 他有點會左之右處 我覺得他沒辦法一下子 本來在他自己保持主動的情況之下 當他面臨反攻的時候 他會變成說我不知道在哪一個戰場 會面臨到烏克蘭部隊比較大的火力的反擊 這一點來說 其實我覺得他的象徵意識蠻強烈 雖然在數量的提供上可能不是那麼多 但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飛彈他本身的消耗品 比較重要的是他前端有一些載台載具 那還有包含已經既有的這些通信的 火力協同的這些設備 已經存在之後 後面的彈藥再補充 其實相對就會比較簡單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以丹麥大家提供 大家提到就是提供了這套 暗制的魚叉飛彈系統來說 其實他為什麼這樣的重要性 而被廣泛的討論 我是覺得後續蠻值得再繼續觀察 就是說會不會有依據這套系統 來做更後續的這個補強 好